法国队的主将究竟有度爱网球 注意看他手上的戒指 再看看网球拍 已结婚不用收场 赛场之外 陶子哥跟龙马已经和好如初 两人一边探嘴爆炸 一边讨论着美国代表队 就在这时 一个白马王子当面给龙马戴了帽子 原来英奶迷路了 这个人果断出手把女孩送了过来 当听到小王子让英奶下马 男人却突然侧马奔腾 想刀人的眼神是藏不住的 龙马和陶子哥立刻抽出手拍 两发网球拐着弯的直奔对方而去 谁料这次也是个球手 居然温温接住了这两球 无理的臭小子 今天就看在美女的面子上 暂时放过你们 与此同时 法国跟英国队的比赛结束了 三场都是6比0 高卢雄鸡将对手定在了吃午处上 此刻将没有爱意满满的抱着球拍 眼角还有一滴泪划过 就连评论院都对这位对手无比重视 趴得强大 无疑是因为对网球的热爱 听说由于太过热爱网球 甚至能听到网球的声音 就在这时 王子骑着白马闯进球场 原来他也是法国队的队员之一 龙马和逃城紧随起后 小王子连忙跑到英奶身边 询问女孩有没有事 嘿嘿 这支代表队 每位队员都很有个性 但毋庸置疑的是 他们每一个人都非常强大 很快 一天的比赛结束了 明天就是四分之一决赛 日本代表队的对手 是横扫英国的法国队 对杜克跟平等院来说 这简直就是一场宿命之战 杜克奔着平等院 老大能不能让我打单打一呢 平等院很清楚 兄弟这是想跟加密单挑 杜克点了点头 肯定了老大的推测 不过有些尴尬的是 出场顺序 是由三船教练决定的 很快啊 平等院的请求就被无情拒绝 老爷子不可置否地告诉他 单打一是你的确 杜克本是法国队的选手 能被称作破坏王 足以见得他的强大 但如今的卡密比他更强 而且在比赛中 如果掺杂了私情 这必定会导致失败 这一点想必你应该很清楚 想起当年的种种 平等院的眼神 似要吃人一般 就连身体都被气得在发抖 没有任何反驳的机会 三船教练直接送客 临走前 平等院棒的一拳锤在了墙上 老教练也不鸟他 翁声翁气地告诉小伙子们 莫要撒野 谁料刚刚出门 就看见四个老六 在表演隔墙拥耳 除此之外 几个老伙计也都在这里 既然软得不行 那就只能硬上了 他们决定篡改 跟法国队一战的出场顺序 趁着月黑风高 以龙四为首的蜘蛛侠小队 向着三城教练所在的13楼爬去 而军导负责罐罪老头 他带着三瓶葡萄酒 说是大赛运营送来的 趁着三船蹲蹲蹲 他悄悄调高了空调温度 如此一篮 就可以顺理成章 打开窗户通通风 谁料教练很严肃地告诉他 滚 别在我屋里瞎转悠 否则可能会受伤 见计划实办 军导联盟通知龙四 幸亏他们还有plan B 原来除了蜘蛛小队之外 毛利通过关节剂 从通风管道潜入到了屋内 就这样顺利地打开了窗户 将蜘蛛侠们放了进来 进屋之后 龙四是以军导潜入成功 军导也就此离开了房间 而计划的第二步 是把屋内所有不可擦除的圆柱笔 换成可以擦除的 三船教练已经喝嗨了 他盯着一张照片 随即怒吼道 快忘掉 不要想起那个绿色被雷帽的实弹 也就在这时 龙四居然在房间里发现了地雷